好 接下来这个实在很离谱 来大陆南京又传出了豆腐渣的工程 这是这一栋新建好的大楼 在住户开新郊屋 打算要进行装潢时却居然发现 房屋的结构相当脆弱 东西掉在地上居然马上砸出一个大洞 水泥地板用脚一踏立刻碎裂成一个又一个坑洞 将裂缝拨开来一看 里面竟然全是保丽龙 楼上风就然后我们发现问题 然后我们推裂 然后就发现这个东西还要掉在那一看 打在那一看 所以就形成这样 除了地板脆弱不堪 就连天花板跟墙面也都斑驳破裂 裸露出来的钢筋甚至已经生锈 我们来的钢筋了 斑斑有人搬动了 这边也斑斑有人吧 还能拽出来吗 我搞不懂这钢筋来起什么作用呢 如此断圆残壁的房屋 很难想象其实是最近才刚落成的新建大楼 原本开新郊屋打算进行装潢的屋主 现在却得担心房子随时会垮 而这里受害的民众还有上百户 建设公司表示他们使用的线胶混凝土空心楼盖技术 是为了减轻大楼主体结构 使用塑胶材料加上钢筋符合政府规范 不过这样的新技术难度高 建设公司也坦诚执行上有瑕疵 包含监工单位从建造初期全都层层漏洞 现在完工的大楼问题一堆 也让屋主难以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